会流浪动物筹款 航警大叔秀鸡肉拍年历 看看这身鸡肉 猛男呀 好像有点年纪 对啦 是猛男大叔啦 最年轻的也有42岁 最老的已经50了 但不要小看他们 就去突然拍的猛男大叔爱新年历 可是在一桌内就被抢光光了 他们还打趣说 这身发酵熟成的肉 比小鲜肉还有风味 更特别的是 他们是桃园机场的航警了 提出拍猛男大叔年历点子的 就是43岁的庄朝胜 这是因为他太太每年 都以流浪动物为主题 制作年历 今年突发奇想 他想说我有在练健身这样子 然后想说 要不然就拍个健美的主题好了 我们将会全职捐出 给浏览者 像收容中心这样子 他就号召其他五名 爱好健身的警员 一起脱掉上衣 酒鸡肉 健美的话 是我的兴趣 然后不但可以把身体练状 然后体态又会变得好看 健美对警察 是一个很正面的一个运动 出本心意这样子 我没想到会爆红就可以 怎么办 现在爆红了怎么办 哎呀 要低调一点 没想到出版70本 以下就被抢够一空 他们会在视情况 决定是否在意 宋新闻 庞启军 撞 报导